那张拥抱的照片爆出来的时候,我脱口而出的是,召开新闻发布会,让人在网上公关,一定不能影响到成规公司的上市,秘书微微一愣,面露难色,时少爷这是出轨,怎么公关? 我舔了舔嘴唇,手指滑动网页,照片拍得不是很清晰,但男人仰着头,一看就心情很好的样子,那就发离婚声明吧,先撇清关系,再大放祝福,我关了网页,网备以上依靠,说不定,还能给咱公司赢得一波好评,秘书抱着文件出去,不一会,网上线下, 铺天盖地全是议论声,这女的也太狠了,直接离婚啊,人家本来就是为了钱,现在自己厉害了,难不成还会给富二代收拾烂摊子,就是,本来就没什么感情,谁不知道他俩是商业联姻,我看着那张离婚声明,手指在发布上停了许久,四下无人处,眼眶还是微微酸涩, 大概连石安也不会相信,我当初和他结婚,是因为喜欢他,很喜欢很喜欢他,初见石安,是在我人生最灰暗的十八岁的夏天, 外公病逝,父亲的小三上位,我和母亲被赶出家门,豪门千金瞬间变成没名分的私生女,一位顶撞我生物学上的父亲,他大发雷霆,公开表示,我从此以后不再是他的女儿,夸耀和羡慕变成奚落和嘲笑。 从前爱马仕香奈儿患不停的我,连学费都快要交不起,只能去校外打工兼职,我花钱花惯了,所以连带挣钱也是挑挣得多又快得干。 酒吧卖酒无疑是第一选择,碰到以前我看不上的顽固子弟,把一打钱洒在地上,让我脱光衣服去捡,不然就要找酒店经理开除我。 石安就是那时候出现的,可以了,别太过了,他穿着简单的白衬衫,眼睛微微眯着,坐在角落里,不经意地开口,轻轻松松挽救了我摇摇欲坠不堪一击的尊严。 后来才知道,石安是圈里出了名的闲散少爷,不太爱玩,对什么都挺冷淡,如果不是刚回国,这种酒局他压根就不会来。 也许是为了脱身,也许是看那男人还死死盯着我,他起身掏出钱包,一整个塞给了我,壮丝无意地揽过我的肩,推着我往外走,懒懒散散道,酒我买了,你陪我聊会天,其实我们什么都没说,他只问了我的名字,然后我蹲在酒吧外面,看他逗弄着街头上的小野猫。 那天,他把我护送回家,顺路救了只小野猫,本质来说,我们无意,都是他平淡顺遂人生一个再小不过的插曲。 离婚声明刚发布,瞬间登榜,石安的电话也立刻过来了,那是伦敦的深夜,他的声音很沙哑,混在夜晚的风里,传到我这边,听不太真切。 你什么意思,我刚应付完记者,此刻盯着公司的情况,准备过几天的上市流程,直接到,字面意思,那边石安的声音像是从喉咙里发出来的,恨恨的,许露,我不会离婚的,我听他说着,声音激动,不免苦笑。 石安是多放得下的一个人,当年连整个石家都脱口而出要放弃,如今也急红了脸。 这段感情都把我们变得不像自己了,过去是我不对,我跟你道歉。 对不起,我们的婚姻任务结束了,石安,我叫他的名字,轻轻出声,像是在告别,希望你,余生幸福,那边英文通知起飞的广播声响起来,电话被切断。 还有半句话未出口,卡在了喉咙里,余生幸福,所得皆所愿,其实石安的愿望真的很少,寥寥无几,济世婉算是其中之一,也是我唯一能帮他实现的。 济世婉,那个他在照片里抱着的女孩,人们寻找另一半的意义大概是在找缺失的自己。 我喜欢石安对什么事都不太在意的漠然,因为我对金钱权利永远渴望。 那济世婉身上就有石安喜欢的热烈和天真,那是家族束缚让他永远不能拥有的自由。 再见到石安是在第二年的深秋九月。 那一年纪失晚,作为我们学校专业第一的建筑高材生,误打误撞进娱乐圈后混得风生水起。 名声大噪,成了学校表白墙上热度第一的讨论话题。 他人脉也没有,一个大学生,怎么能成名那么快,都接电视剧了,什么没人脉,你没看人家有豪车接送,人家背后是有大佬的,那时济世婉是我的室友。 听了这话,眼泪汪汪抱着我哭了很久。 他说,他男朋友只是个普通人,年纪轻喜欢装,故意租了豪车来接他。 这话一听就是假的,顶级豪车随便租租也要上万。 但即使晚,家境普通,人也单纯,他不知道,我也不点破,只是一边投简历,一边轻声安慰他。 他把我当好朋友,兴高采烈要给我介绍他男朋友。 见到石安的第一眼,我们都愣住了。 一直到吃完饭,即使晚去拿石安提前给他订好的无糖的冰淇淋,石安看着他的背影,狭长的毛子浅浅地弯起来,全是笑意。 石碗人太单纯,以后请你多照料。 还有,不要告诉他我的家庭情况,我怕流言蜚语太多,他说话彬彬有理,丝毫没有刚刚在济石碗面前坏笑着打去他的皮体模样。 不知道怎地,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双大手抓住,呼吸不过来,还有点微微的疼痛。 我强迫自己忽略那种奇怪的感觉,轻轻点头,好,看他微微勾唇,全是友善。 我又忍不住开口,那,石少爷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那时候,我找石洗找的焦头烂额,母亲又生病,以前的人脉一个也用不上,我把石安当成我的救命稻草。 互帮互助,命运的纠缠也就在那时候开始。 我的公司正是准备上市的前一个小时,石安出了车祸的新闻被送上头条。 无数个电话打过来,无数个电话打过去,我坐在车里,外面雨下得很大,看不太轻路。 司机问我,徐总,我们去哪儿? 我不断妈撒着手指上的戒指,脑海突然浮现出了我们结婚一周年的时候, 也是个雨天。 我刚谈完一个生意,从北美落地港城,雨太大,航班陆续取消, 我被媒体拍到结婚纪念日不回家,被大肆报道。 许家和石家的电话一起轮番轰炸。 一个女人,天天乱跑什么,你作为妻子都不合格, 这让我的脸往哪儿放,一片混乱声中,石鞍的声音在那边响起来。 不声不响的一个人发起脾气来,更有威慑力。 我老婆,我都没说什么,你们凭什么管她? 然后手机恢复平静,我收到一条来自她的微信。 别着急,结婚纪念日多着呢,先得平安到家,凌晨的机场, 我看着那条微信,无声落泪,哭得像个孩子。 其实,最开始,从被捆绑在一起的那一刻起,我们大概都是想要好好过下去的。 去过无数个结婚纪念日,于是我轻声开口。 去医院,好的,我和石安都狠守承诺,他让我进了石家的公司去实习,把很多工作都交给我。 我努力学习,尽心尽力替这个不上进的少爷处理一切事情,在学校也帮他保护好他的小女朋友。 偶尔几次,我们见面,他都笑称我为战友。 战友就战友吧,我远远地看着他和济世婉拥抱,玩笑,再看看我手机里越来越多的余额,酸涩之余,内心也被另一种满足感填满。 我是从顶端跌落在谷底的人,经历过来自血缘的背叛和无情抛弃。 我没办法做到像石安一样漠视金钱权利,也没办法像家庭幸福的小镇女孩济世婉一样大胆撒娇,追求梦想。 他们口中的爱情离我太远,也太虚无。 我那时候常常想,如果我有一天要结婚,一定会嫁给一个对我事业有帮助的男人。 爱不爱情,无所谓。 只有自己强大,才能被别人看到,才能重新回到顶峰,回到不用为钱发愁的日子。 果然,毕业的第二年,也是我在石家公司工作的第三年,因为在谈判桌上的出色表现,我那消失多年的爸爸又回来了。 他满脸堆笑,眼里全是骄傲,还得是我女儿,真厉害,血缘关系悄无声息地回来。 我和妈妈又回到了别墅,把小三赶了出去。 偌大华丽的住所,豪门恩怨不休不止。 季时晚和石安因为身份原因被棒打鸳鸯,季时晚被石安母亲送出了国。 我作为少数知道他俩关系的人,又在石安身边工作,偶尔会跟他一起喝酒,稍微排解烦闷。 石安不怎么爱笑了,话也少了,唯一发泄的办法就是喝酒。 那天我们喝了很多,不知道怎么的,第二天早上就在一张床上醒过来。 彼时我已经是许家大小街,我们门当户对,不知道谁走漏了消息,家里人开始猛烈撮合我们。 终于,在济世晚朋友圈关宣恋爱的那个夜晚,江城的晚江边,我照常一样跟他汇报着工作, 心里盘算着,怎么跟他开口说辞职。 最近我们的关系太过于尴尬,他单身之后,我的心跳越来越不听话,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可是他比我先开口。 晚风吹过他额头的短发,他没什么表情,就好像问候我吃没吃晚饭一样简单。 说道,我们结婚吧,那一刻,心脏猛烈跳动,就好像不抱希望的礼物突然降临,是无以复加的惊喜。 于是,我在那一刻,什么都没想,什么金钱,联姻,事业帮助,我指点了点头。 说,好,上市鼓声敲响,响彻整个大厅。 我的商业帝国刚刚起航。 刚刚下台,秘书就把我手机递过来了。 刚刚医院那边打来电话,说时少爷已经脱离危险醒了,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微微点头,准备转身,突然听到秘书小心开口。 时少爷说,我转身,他八卦又小心翼翼地说,他不离婚,他还说,您说好了,要跟他过一辈子的。 他不会离婚的,秘书把一个档案带递给我。 里面是我已经签好寄给时安的离婚协议书,被他撕得粉碎,碎渣静静躺在袋子里。 很像我们的婚姻,早就破碎不堪了。 刚结婚的时候,时安对我很冷淡。 用他的话说,我是所有联姻人选里最好的选择。 因为我知道他爱谁,不会在意他的感情。 我们各司其职,人外扮演好恩爱夫妻,回房互不干扰。 他还是叫我战友,而且我们好像也真的成了战友。 我用他两家联姻和在商场上的地位做起了自己的公司, 他也因为有人在外面给他顶着肆意自在。 今天去这,明天上纳,潇洒自由。 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婚后第六个月, 他某次飞往瑞士的航班被取消, 悠哉悠哉背着包回来了, 正好碰见我在被他妈妈训。 你天天,连个男人都看不住。 要你有什么用? 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让他给我回来, 天天疯跑, 像什么样子? 我数不清这是第几次因为食安癌训, 一如往常一般低着头, 小声开口, 他出去玩, 也没乱搞。 而且他很开心, 就让他去吧, 拾母一愣, 一拾语色。 这怎么能行? 公司里的事情, 我会帮他顶着, 到时候有成果都算到他头上, 没人会说什么, 爸爸也不会怪他的。 我想了想, 似是哀求似的开口, 让他开心点吧。 妈妈, 我太久没见过时安笑起来, 弯弯地眉眼了, 真的很想念。 晚上, 我坐在梳妆台前卸完妆, 还在忙工作, 一直坐在床头抽烟的食安, 突然朝我走过来。 我还在发懵的时候, 他突然还住我, 一把把我拉进他怀里, 男人气息熟悉又陌生, 我微微红了脸, 努力用手抵开一段距离。 你, 你干吗? 他看着我, 突然笑了, 头一次见到你脸这么红, 挺好玩, 他的手抹撒过我的脸, 轻轻地, 引起一片战力。 他吻上来的时候, 我还在挣扎, 别, 别, 别什么? 你是我老婆, 食安对什么事情都淡淡的, 就算是以前面对着济湿碗, 都是一副随性好说话的模样, 此刻话语强硬, 手也用尽, 我好像化成一滩水, 倒在他怀里。 他在我耳边轻语, 许露, 你是不是喜欢我? 我虽然已经结婚, 但从没谈过恋爱, 少女的心是像绚烂的肥皂泡泡, 一戳就破, 只留下黏糊糊的心酸痕迹。 我眼眶酸涩, 无声落泪, 他一点一点把我眼泪吻下去, 沙哑着声音开口, 我们好好过吧, 许露, 过一辈子吧。 老婆, 灯光昏暗, 暧昧声浮现, 有些东西, 在一夜之间悄悄改变。 那之后, 我们真的成了夫妻, 也真的想要好好过一辈子。 可是我们都忘了, 如果结婚是身不由己, 那么身不由己的事情, 又何止结婚一件呢? 石安坐在病床上, 一个月不见, 他瘦了一大圈, 显得很虚弱。 看到我的第一眼, 他沙哑着声音开口, 恭喜, 我还没说谢谢。 他的第二句话就来了。 你可真的够狠, 石安嘲讽式地勾唇笑笑, 抬眸看我, 眼里全是执拗, 但我不会离婚的, 不可能, 我在他身边坐下, 看着他脖子上的戒指, 微微一正。 我没想到, 那天他还留着这枚结婚戒指, 我还以为那晚, 你把戒指丢了, 没想到你还是找回来了, 但是没用的, 我自顾自地说, 没看他的脸, 但声音是颤抖的。 石安, 其实, 从你把戒指摘下来的那一瞬间开始, 我们就走不下去了吧, 无论你有没有去伦敦, 我们都走不下去了, 其实, 我和石安一开始, 就是走不下去的, 但感情来的时候, 也算是轰轰烈烈。 那天之后, 我们手牵手出席每一个场合, 他再不叫我的名字, 张口闭口, 都是我老婆, 一周年那个雨夜, 他在全家人面前给足了我的体面, 又连夜开车到达港城, 笔石雨刚停, 天蒙蒙亮, 他撑着伞, 眼睛里全是红血丝, 疲惫又开心地把我搂在怀里, 老婆, 我好想你, 我忙事业忙到比较晚, 他就坐在我办公室角落里, 夜色深了, 看我累了, 就走过来将我打横抱起来, 放在他腿上, 耳鬓撕磨, 这种日子平常淡温馨, 我们就像是世间最普通不过的夫妻, 差一点就可以相守到老。 第一次吵架是在结婚第二年的新春, 家庭聚会, 催生的声音不绝于耳, 食母早就看不下去, 我的事业蒸蒸日上, 话里话外都是让我赶紧回归家庭, 食安没有像原来那样跳出来护着我, 眼睛盯着表姐家的小女儿, 眼底都是喜爱和温柔, 我心凉了半截, 食安这种闲散少爷, 衣食无忧, 顺风顺水, 到了一定年纪, 自然想要儿女双全, 家庭幸福。 可是我的事业起步没多久, 我把我妈关系修复得也不尽如人意, 我没信心, 也没有底气去赌另一个生命的到来, 唯有将全部精力放到金钱上, 才算稍稍有点安慰, 至少她能救我于水火之中, 我以为她会懂我, 可是她只是淡淡看我一眼, 仿佛没听到她妈妈扯着喉咙喊, 女人嘛, 就是应该相夫教子, 这是义务, 也是使命, 不然娶你干嘛, 我把筷子一放, 说了声公私有事, 便离开了。 这一次恼怒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我爸大发脾气, 一气之下撤了在我新公司的所有的投资, 许璐, 我告诉你, 你的价值是做好时太太, 要是老公都没看住, 你也就别干什么了。 认清自己的位置, 她不是简单说说, 除了撤资, 她把我本在顶尖疗养院养老的外公接了出来, 不让任何人照顾。 我妈是豪门里毫无用处的花瓶, 一点办法也没有, 只知道哭。 她过来求我, 露露, 你就关了公司乖乖回去做个富太太, 石安那个孩子很喜欢你, 不会亏待你的。 你一个女孩子, 一辈子不就为了嫁个好人家吗? 石安已经够好了, 所有的声音充斥在耳, 字字句句全是责怪。 我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而石安, 一条消息也没给我发过。 她在朋友圈晒了一张表姐家小女儿的照片, 配闻到, 很想看看我女儿长得什么样子。 笔下亲戚议论纷纷, 肯定很好看, 该要孩子了, 你就是太宠老婆了, 她这是思想有问题十几条的评论。 她没有站出来说一句话, 她在逼我妥协, 说来好笑, 我一向自诩为女强人。 当初我爸那么逼我, 我都没去求过她一句, 可是那次还是我先回家了, 石安坐在沙发上, 在抽烟, 看到我微微一震, 她眼里有爆炸般的喜悦闪过, 她知道我妥协了, 拥抱, 亲吻, 温柔温存,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夜一深, 我窝在她怀里, 昏昏欲睡。 她摸着我的头发, 悠悠道, 你要是天天都那么乖就好了, 以后你把工作交给我。 好不好, 心底好像背什么一次, 强烈地不安敢疯狂朝我袭来。 但她的怀抱又实在温暖, 我不想离开, 我带着那么一丝侥幸, 抱紧她胳膊, 软软道, 嗯, 她却是说到做到。 不再游山满水, 天天泡在办公室, 学做生意, 学着策划项目, 学着喝酒应酬。 每天下班很晚, 眼眸里都是疲惫。 但还是蹭蹭我, 邀公司地说, 老婆别怕, 我会变得很强大, 一直保护你的, 男人的话能有几分针。 但对于现在爱情里的人, 是百分百。 于是我试探着问道, 我想把外公送回国外疗养院, 然后我想继续我的公司运营, 不会太忙, 只是给我找个事情做就好了, 每天在家里等她回来, 跟社会脱轨。 我真的会疯掉。 我仰着头问她, 可以吗? 她揉揉我的头发。 捏捏眉心, 疲惫道, 还是找人在别墅看着外公吧, 送去国外的疗养院太麻烦了, 没必要。 至于公司, 等你怀孕, 生下孩子后, 就去, 好不好, 话语温柔, 带着程序话, 公事公办。 我在那一瞬间几乎感到恐惧, 我不想这么办, 但我没有任何可以去反驳她的话, 我什么都没有。 往后几十年, 都是如此。 端午节的别墅里, 石安将我们已经被孕的消息告诉他爸妈, 他们笑得何不拢嘴, 出下微风徐徐, 纵夜香飘满整个屋子。 他的爷爷奶奶在看着电视剧, 嘀咕着他们的虫孙子会不会比电视上的小孩更好看。 他的爸爸妈妈在练字写字, 说要取个好听的名字给孩子。 而石安跟我说, 他和我爸爸谈过了, 上次是他太激进了。 你也别往心里去, 你爸爸还是爱你的, 他在我耳边低声道, 就像我也很爱我们的孩子, 我期待他的到来, 未来我们要把全部心力放到他身上, 给他全部的爱, 声音细细碎碎, 我却好像喘不过起来, 要窒息了。 我努力扯扯嘴角, 开启另一个话题, 你那个策划案怎么样了? 投资方满意吗? 那个项目使我努力很久的, 一直想做成的智能连爱项目。 石安说他帮我完成, 可是现在他说, 那个项目前景一般, 所以我准备放弃了, 我连连毛子, 再没说一句话。 其实我的项目前景很好, 端午节后, 我不顾所有人反对, 重新出来工作。 项目被我重新捡起来, 从小做起, 事事亲力亲为。 虽然很累, 但也充实踏实, 就像那年十八岁的暑假, 一切都在我自己掌控之中, 石安是恼怒的, 但也是无可奈何的, 这一次是他妥协。 完成这个项目, 你总该老老实实回家了, 他给我派来许多人力物力, 甚至希望自己能融资, 我全都拒绝了, 却也照样迎来了我崭新的投资, 那人是国外公司的上市总裁, 教池燕书, 他年龄长我几岁, 谋色优深, 眼里有欣赏。 他说他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 希望能尽快跟我达成合作, 一切都很顺利, 但马上要到签约那天, 他却不见踪影, 从中作梗的是我婆婆, 在石家里茶几上看到那封 寄给池燕书的邮件时, 我整个人都是蒙的, 那封邮件上全是对我项目的否定, 还说我的项目理念不仅过时, 还是抄袭了石氏集团的创新, 不希望贵公司与这种项目合作, 石母坐在沙发上, 喝着茶, 脸上没什么表情, 她是豪门圈里有名的铁穴手腕, 石父年轻时候在外也风流, 她都妥贴又得体地处理好, 家里家外, 坐稳了位置, 石家娶你, 是为了你能为我们家传宗接代, 她看着我, 像是看着一个物件, 本来以为你回心转意, 好好备孕, 相夫教子了, 没想到, 都是唬我们的, 你天天在外面跑, 这像什么样子? 你辞了你的工作, 给我生两个孙子孙女, 这才是你该干的事情, 我仰着头, 内心只感觉嘲讽和不可思议, 如果我不呢, 她微微有些震惊, 但很快恢复如常, 那你得让位, 石家不能接受这种儿媳妇, 我知道她说的是真话, 纵使眼前这个贵妇人再厉害, 这些年也从不曾抛头露面, 但我没服输, 短暂的妥协让我窒息, 我丧失了所有主动权和话语权, 我不敢想象今后十几年的生活都是这样, 我会不会变成下一个坐在别墅里, 日日抹泪的我妈妈, 还是天天关心这些家常里短, 传宗接代的豪门主母, 哪个都不是我想要的, 于是我说, 好, 我让位, 砰的一声, 石安站在门口, 白衬衫皱皱的, 一双眼睛下面都是黑眼圈, 她颓然地看着我, 满脸都是不可置信, 石母拍拍手, 听到了吧, 人家要跟你离婚, 赶紧去给我办手续, 其实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石母不会善罢甘休的, 她那样的人, 当时怎么逼走得即是晚, 如今当然能怎么逼走我, 只是我们都没想到, 这一次石安更坚持, 出其地, 意外地坚定, 甚至不惜当众跟她母亲闹翻, 石母气得脸色发青, 没了石家, 你以为你是谁, 老婆是可以换的, 你的家族, 你能丢吗? 石安这里劝不动, 她便处处在我这里使绊子, 我见招拆招, 丝毫不怕, 最后, 她不惜我和石家的名誉, 用上了最狠的一招, 持燕叔约我的时候, 已经是我焦头烂额的第二周了, 她刚从国外风尘仆仆地飞回来, 还拖着一个行李箱, 见到我, 眼里都冒了光, 兴奋开口, 这个男人打小生长在国外, 中文有些别角, 但很努力地在说, 许小姐,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你项目的真实情况, 现在希望与你达成合作, 我有点震惊, 可是, 石氏集团是你们的重点合作伙伴, 你们怎么能? 她微微勾唇笑起来, 很稳重踏实, 我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担保, 自己投钱进去和你合作, 毕竟, 才华不能被淹没, 我很欣赏, 你的才华, 许璐小姐, 我不知道那个被许母派来的人, 跟了我多久才拍到那几张照片, 握手, 微笑, 为我开车门, 简简单单几张, 瞬间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豪门少奶奶出轨外国集团总裁, 当街拉拉扯扯, 不顾大众目光, 瞬间, 网络议论纷纷, 就像那次催生一样, 我爸妈, 亲戚, 媒体, 疯狂攻击, 但这次, 我没妥协, 发布声明, 揪出诽谤者, 起诉, 告诉我爸, 不要过多干涉我, 毕竟他在我这已经没有投资, 我现在不靠他, 最后, 轻声向迟燕书道歉, 给你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困扰, 很抱歉, 迟燕书穿着一身大衣, 在月光下无所谓地笑, 没关系, 你是个很坚强的女人, 很高兴认识你, 希望以后我们能一直合作, 我的内心是说不出的轻松, 微微笑, 一定, 滴滴滴, 旁边突然按响了喇叭, 车窗缓缓落下, 石安俊脸上全是阴质, 油门被踩得飞快, 到了卧室门口, 他猛地将我摁在墙上, 后背传来剧烈的疼痛, 我忍不住皱眉, 石安一双, 那双总是漫不经心的毛子, 此刻好像散了火光, 他声音压得滴滴, 愤怒道, 你知道吗? 我每天都在拼命工作, 为什么? 我本来不喜欢这些事的, 可是为了你, 我都能去做, 你为什么就不能为了我, 乖乖在家里待着呢? 为什么? 他猛地将拳头往墙壁上一砸, 声音越来越大, 我们鼻尖抵着鼻尖, 明明静在咫尺, 却仿佛跟他隔了一整个银河, 一般遥远。 石安, 我们离婚吧, 走到这一步, 媒体也好, 两家也好, 还是我们自己都该结束了。 他正住, 胸口剧烈起伏, 冷笑了下, 将戒指摘下来, 扔在地上, 转身出门, 门被摔得阵阵响, 冰冷的空气中, 长达半个月的心力交瘁, 在那一瞬间松动, 后背还是疼痛, 连带着小腹, 我头晕得厉害, 浑身发冷, 唯一一点温暖, 是下半身流出来的温热血液。 再醒来是在医院, 我躺在病床上, 浓厚的消毒水味道, 将我的眼泪都熏出来, 泪水模糊中, 是我妈妈苦口婆心地劝说, 女儿啊, 你现在名声也不好了, 孩子也没了, 不如趁着食安对你还有感情, 趁早服个软。 日子该过还是得过, 就是因为这些话, 十八岁时候我流离失所, 后来回来也要撑起整个家, 才不会被人看清。 我闭了闭眼, 眼泪滑落, 忽然觉得心酸。 这么多年, 哪怕是在酒吧打工, 被人羞辱, 我也从没感觉到累, 也很少哭。 可是结婚这几年, 心酸难过, 彷徨迷茫, 害怕纠结, 眼泪好像成了家常便饭, 真讨厌。 于是我应着声音开口, 像是说给别人听, 更是说给自己听。 孩子没了也好, 我本来也没想要, 我只想跟他离婚, 有时候人生真的像小说, 最关键的节点都在那一两个。 石安突然出现在门口, 头发散乱, 胡子拉叉, 还穿着昨天的衣服, 眼尾通红, 看我许久, 滴滴出口, 抱歉, 他把手上的东西放下, 转身走了出去。 里面的内容是, 使母承认诽谤我的证据和道歉书。 还有一封给池燕书所在公司的邮件, 道歉并且澄清我项目的真实性。 我犹豫了很久, 还是决定将诽谤证据和对我造成的财产名誉损失证据全部交给警方。 谁都不能肆意伤害我, 不论是谁, 不论以任何名义。 时安离开中国飞往伦敦的那个晚上, 使母因为严重诽谤罪, 被判刑一年。 我就在医院陪时安坐了很久, 直到秘书将新的离婚协议书送来, 天已经黑了, 时安没什么表情, 还在执拗。 他抬眸, 不死心道, 真的, 没有回旋余地吗? 我笑笑, 漫不经心道, 怎么回旋呢? 我的孩子因为你没了, 你的妈妈因为我进监狱了。 时安, 你告诉我, 我们要怎么回旋呢? 他嘲讽式地笑笑, 再没说话, 快速在那张离婚协议上签下名字。 我看着, 忽然开口, 声音是自己都没想到的嘶哑。 时安, 我有时候常常在想, 如果我们早点认识 就好了, 如果我没有经历十八岁那场变故就好了, 我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千金小姐, 我大概就能, 像那些女孩子一样, 待在你身边, 为你相夫教子, 她穿着蓝色病号服, 一步一步, 脚步沉重, 走到我面前, 几步之遥, 隔了千山万水, 她喉尖似有哽咽, 不怪你, 老婆, 怪只怪, 我们想要的, 从来不一样, 下次吧, 下次我早点遇见你, 她将我抱在怀里, 一下一下地轻拍, 反反复复道, 乖, 不哭了, 下辈子, 我争取, 早点遇见你, 你要记得, 喜欢我, 零点指针声在安静的病房里响起, 一天时光, 我已经不再是她的妻子, 我擦擦眼泪, 黑夜中, 说出了这辈子跟她说的最后的话, 祝你儿女双全, 祝我前程似锦, 自此, 结束, 后来我没再见过石安, 也下意识忽略关于她的所有消息, 曾经牵着手, 走过红毯的我们, 真的做到了此生不复相见, 离开她后, 池燕书邀请我到国外发展, 毕竟国内纷纷扰扰, 对我并不太有利, 国外这块市场还没有发展起来, 前途一片光明, 那时正值, 我爸找小五还是小六的视频被人拍到, 这次, 我没让我妈帮她澄清, 干脆利落地离婚, 分走她的一半家产, 同时鼓励我妈将她抛弃弃子的所有证据抛出来, 让那个唯利是图的男人成了破产的过街老鼠, 她精神崩溃后, 我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自此, 在无牵挂, 同年, 我带着我妈来到了国外, 我没想到, 会见到济世婉, 她手边挽着一个外国男人, 见到我, 非常惊讶, 你居然没跟石安在一起, 石安啊, 在听到这个名字, 都觉得恍惚, 我看着远处辽阔的天空, 洁白的云朵, 内心是轻松, 但也夹杂心酸, 好问题, 这也是我想问你的, 你不知道啊, 我跟她从来没在一起过, 那时候, 我假扮她女朋友, 帮她挡住家里的相亲, 她找我, 也是因为你是我室友, 你是, 勒斯, 一旁的男人突然艰难说着中文, 就是你, 济世婉拍了拍她, 帮她说, 当时你流产, 石安去问过医生, 你本来就是不易受孕体质, 怕以后落下什么毛病, 我一证, 当时医生说过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 当时那个孩子没了, 我以后也没打算再要, 济世婉看着我, 略有惋惜, 其实你没跟石安在一起, 挺可惜的, 石安那样的男人, 见一眼都觉得惊艳, 可是他好像总是对什么都无所谓, 唯一一次上心用心, 好像就是跟你结婚之后, 我从来没见过他那样, 我看着他, 济世婉还是那个单纯的小姑娘, 他看着我愣正的模样, 扑痴地笑出声, 不可置信道, 怎么, 你不会真的以为豪门少爷会喜欢上灰姑娘吧, 其实, 济世婉还想再说点什么, 我忍不住打断他, 可是, 三年前, 我看你们拥抱的时候, 他笑得很开心, 当然开心, 济世婉很快回复道, 因为我男朋友跟他说, 你的身体没事, 以后不会有影响, 我还跟他说, 祝你们百年好和, 永结童心, 你不知道, 他那时候笑弯了眼睛, 说, 这是他最想要的祝福, 虽然有点俗, 我又想起来他在书房里紧皱的眉头, 平日里无所事事闲逝安宁的模样, 我勾了勾唇, 一阵风吹过, 已经吹散一切, 误会也好, 隔阂也好, 都已经过去了, 其实, 上大学的时候, 石安就说过, 他之前就见过你, 是酒吧之前, 后来, 即使晚再说什么, 我却没有再听, 只是笑了笑, 轻轻说了再见, 听什么呢? 藏在这几年回忆里的我不知道的细节, 真相, 或是爱意, 或许我当初也有所察觉, 但也一直在刻意忽略, 人的一生不长不短, 若是真的足够幸运, 爱人, 事业, 亲人, 友情, 每一个我都想得到, 可若是没那么幸运, 那就, 所得都是罪所愿, 余生都幸福, 我们也算很努力相爱过了, 哭过伤过, 不论结果, 我没弄丢自己, 他也没有, 这就够了, 再见, 石安, 有缘再见, 此生不见, 石安番外, 其实我老婆一直不知道, 我很小时候就见过他了, 见过很多次, 他那时候还小, 许家正鼎盛, 父母恩爱, 他穿着洁白的公主裙, 眼睛大大的, 用人要牵着, 他不甘, 天要自己走, 小小的年纪, 摔得惨兮兮的, 我觉得他真好玩, 想跟他说说话, 认识一下, 他根本看不见我, 那时候的许鹿啊, 家事好, 长相好, 性格倔强, 又有人宠爱, 当真是手心上的明珠, 自己的光芒, 就足够掩盖一切, 当然看不见别人, 尤其是我这种随遇而安, 不过于追求什么的人, 初中时候, 我们念的是一个国际学校, 但他还是没有发现过我, 毕竟他的成绩永远是第二名, 我的成绩永远在中间人最多的那一档, 他不会去看, 也不屑去看, 偶尔遇到几次, 他披散着头发, 星星掩饰地看向第一名那个男孩子打篮球, 我胸口就闷得慌, 旁边哥们说, 羡慕吧, 羡慕你也考个第一啊, 我把球随手一扔, 移开了目光, 轻骂了一句, 滚, 人生不过三万天, 为了另一个人去改变, 那得多难, 多屈,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我会为了他, 做到什么地步, 后来我就出国了, 再后来, 我妈若有若无地提起, 许家换了个女主人, 那家女儿跟她爸爸闹得不好, 人尽皆知, 自己搬出去挣钱了, 很狼狈, 我妈说, 你以后可别那么倔, 好端端跟钱治什么气, 我笑笑, 本来打算在国外混日子, 还是回去了, 回来的第一天, 朋友叫我去喝酒, 我一向不喜欢喝那玩意, 本来想拒绝, 在看他近况的时候, 却知道他在那打工, 鬼使神差就去了, 是的, 从第一眼见到他, 我就一直在似有似无地打听他的近况, 这大概是我这种懒散的人, 此生唯一坚持的事情了, 他还是没变, 和原来一样, 即使跌到谷底里, 还是哽着头, 一脸不服输的样子, 后来我问他, 要是我不救你, 你打算怎么办? 他眼皮都没抬一下, 拖, 剪, 不然呢, 等死吗? 我轻笑, 又眼皮却轻跳了下, 看着他, 心里是欢喜, 可看着他眼底, 都要冒出来的欲望与坚毅, 我手指轻轻敲了敲旁边的靠手, 想了又想, 还是没停, 一直敲了下去, 那是他在我身边工作的第三个月, 我思虑了很久很久, 通过很多朋友打听打听到他具体的情况, 甚至开了一家娱乐公司去签他室友, 以此来接近他, 有时候我觉得, 他要是像那个女孩子一样就好了, 一个公司, 一点钱就能很开心, 但他毕竟不是那种女孩子, 后来, 即使结婚, 他也很少动用我家里的资源人脉, 明明长得那么灵动好看的小姑娘, 心却像石头一样, 任谁也拔不动, 我看着他, 微微地笑, 却不敢靠近, 我像是个出出茅庐的年轻小伙子, 故意在他旁边做出许多亲密的举动, 故意把笑声放得很大, 希望声音再高一点, 他就会看过来, 但他一直没看过来, 我却总是忍不住妄想他, 我妈催婚的时候, 我若有四无地问了一句, 门当户对就行是吧, 我妈以为我喜欢他是有那个类型, 忙不迭答应, 对,于是我也用了不少心思, 暗暗地给那个倔姑娘送了不少分, 看她楼台她楼台起, 重新回到属于她的位置, 但偶尔看她忙来忙去, 眼睛从不停留在我身上, 我总是有不好的预感, 只能借着旁的油头跟她搭话, 跟她说结婚那天, 心脏都特么要蹦出来了, 还要装作不在意, 还好她答应我了, 结婚那天, 她穿着婚纱, 一步一步走向我, 那天大概是我人生最开心的一天了吧, 即使她眼底没什么喜悦, 婚后我不太敢跟她待在一起, 每次看她买手工作, 心里总是闷闷的, 她不喜欢我的, 只是我在她最难的时候, 帮了她, 想想就憋屈, 我就往外跑, 直到那天, 听到那句, 让她开心一点吧, 再没有什么, 比这句话更让人欢心, 问着她的时候, 我想, 幸好, 那天在酒吧遇到了她, 幸好, 我能帮她, 幸好, 她经历过这些变故, 我才能用石家作为筹码, 把她取到手, 幸好的幸好啊, 她也能看我一眼, 做我老婆, 那时候怎么都没想到, 最后的最后, 她哭着跟我说, 要是没有这些事就好了, 我们也不会走到离婚的地步, 我点着头, 眼眶酸涩地厉害, 如果没有那些事, 我老婆不会变得那么强大, 也不会, 看我一眼, 更不会喜欢上我, 我相信命中注定的说法, 人跟人之间能走多远, 能不能相爱, 全靠缘分, 唯有她, 我希望如果真的有机会, 我们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 她能稍微柔和, 我能更上进一点,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若有来生, 相守到老, 所以, 我张了张嘴, 去伦敦之前想过的所有, 冷静冷静, 挽留, 计划好的所有打算与解释, 我都咽了回去, 我闭了闭眼, 又想起第一次见她的模样, 想起酒吧外她, 靠着墙看我的深夜, 想起这段婚姻的点点滴滴, 她也曾经红着眼眶在我怀里哭, 娇俏着声音跟我撒娇, 脚踩在我的腿上入睡, 也会跟我怄气, 肩着声音让我给她道歉, 细细碎碎, 鲜活灵动, 最后画面汇聚, 浮现出电视剧上, 她在台上微笑敲起鼓声的一刻, 谁能凭爱意, 将富士山私有, 人生不过三万天, 遇见过爱情, 折腾过这一次, 兜兜转转, 认清自己, 认清我们, 也就够了, 我轻声道, 那你记得, 下次遇见, 要记得喜欢我, 一定要记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